好 刚刚看到的是来自科技界的新闻 至于要带您看到最近几年 其实包括了珠宝投资也相当的热门 就在包括了钻石还有翡翠之后 现在最新又掀起了一股彩宝热 也就是彩色宝石 眼看台湾的市场现在是高居了全世界的前三大 有彩色宝石之王美玉的珠宝商 也特别就在台北展出了52件顶级的彩色珠宝 总价值是高达了新台币25亿元 也等于说这每一件作品都等值于超过一栋豪宅 而其中有几件作品包括像是一只要价2.9亿元的红宝石 还有包括了50几颗拉的巨型蓝宝石 也都在这一次的珠宝展当中来现身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 如果您想要来收藏彩色宝石的话 如果以投资的眼光来看 那么这个门槛至少是10颗拉起跳 带大家来看到这场展览 是由顶级珠宝选台湾当作全世界第一站的珠宝秀 而这里头总共展出了50多件珠宝 总价值高达了25亿元的新台币 而其中像是这一条白K金的钻石项链 总价值高达了3.15亿台币 等于是三栋豪宅 价值比豪宅还要贵 这一条白K金钻石项链 光是主石镶铅的祖母绿切割钻石就高达19.73颗拉 外围还享有69颗圆钻 而且不只白钻 由彩色宝石居往美誉的珠宝商 售出的彩色宝石系列 几乎每一件作品都破亿元 像是这件顶级天然的Kashmir蓝宝石戒指 主石16.51颗拉 价值新台币3亿元 还有色泽艳丽 相当稀少的大颗红宝石 哇像这样子的红宝石 其实光是试戴在手上都觉得很紧张 因为光是这一颗红宝石 它的市价就高达了2.9亿元 而上头这颗红宝石的柯拉数 更是高达了11.92颗拉 像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天价 不过现在有很多的富豪 把像这种彩色宝石当成艺术品来收藏 戴在model身上的都还是有标价的顶级珠宝 而放在橱窗当中的则是真正的无价值宝 就特别就是有一条 就是祖母绿祖石高达四四的柯拉的部分的一个古董项链 那这个古董项链最主要呢 它是灵感是来自于 去意大利的一个就是圣楼伦佐教堂 那里面有一个八角半型的一个窗户 那这个八角的部分 这个八方的一个意涵呢 其实在建筑里面是相当极强的音译 包含了像天园地方 结合不退流行的祖母绿 以及罕见的红宝石 这一条项链可以说是正殿之宝 不过最大的彩色宝石在这里 高达55.97克拉的蓝宝石 配上鲜艳的色彩 象征的是回教的代表性建筑 国王清真室的穹顶 红宝石 蓝宝石跟祖女部分的话呢 那三个部分就互为在拍卖会当中 都相当热门的 那像祖母绿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接受度呢就是要升为 就是很高的一个第一的部分 那红宝石部分在地位而言 其实相对来说在财宝当中 它是比较稀贵的这一块 那蓝宝石部分的话 是在这一年一两年当中 其实呢有很多就是VIP 他也有在询问这块蓝宝石部分 专家观察近年来黄金没落 反而是彩色宝石 屡屡在国际拍卖会上拍出天价 专家提醒如果以投资角度来看 收藏彩色宝石最好时刻拉起跳 在最时热 北翠热之后 最新的彩宝热正在接棒演出 记者吕若杰 詹明华 台北报道